對 其實那個當下我有一種 啊 野台回來了的感覺 但是其實我覺得說起來很慚愧 因為其實我以前沒有參加過野台 雖然說在第一架飛機飛過去的瞬間 我有這樣子的感覺 那我後來想一想 我覺得可能 我覺得也許這就是野台給人家的印象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也很開心 就是今年可以受邀到野台來演出 給很多人的表演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今天 我當然希望今天浩雪的演出呢 獲得全場所有歌迷們的非常大的支持 在明年的野台 希望還能看到你們 當然1976我現在要關心你們了 再不合適之後 是不是還有發片的計畫呢 這幾年其實大媽跟我 特別是我們其實把時間 幾乎都奉獻給年輕樂樂團 就是野台暫停 中間其實還是有很多很棒的 新的音樂人 新的樂團很棒 那其實機會相對是比較少 因為野台開場的基本教義派 就是你好像玩團 你寫歌其實你要登上野台開場 這幾年其實對 因為環境來說機會比較少 有點真空 雖然千人的場地 知道 就是一千人的場地很多 可是如果我寫了15首歌 我剛準備要錄第一張東西 我怎麼能去挑戰千人的場地呢 可是野台就是上海人的VFO 然後你把幾首歌做好 你把一個小時的演出做好 其實你可以來這裡碰到更多的人 所以我跟娜瑪就常常這樣想 我們就把時間 就一直贊助我年輕樂樂團 可是我們今年 已經開始自己的新專輯 謝謝 8月30號在那個犀利趴 我們會nounce我們的新歌 都很酷了 8月30號 想外接到這個日期 1976呢 會在現場 當然 可能有新歌單曲 會公布給大家知道 好的 那我們知道 阿凱尼這個Republishing 跟大麻 我們一起成立了這個音樂品牌 除了Hush樂團之外呢 好像這次參加野台音樂基的 還有其他組的音樂人 音樂人對不對 有今天電舞台的Easy 大家有看到嗎 電舞台的Easy Easy 很酷 音樂天才 少見 然後還有明天 在 哪一舞台 7號是 再哪一舞台 有人知道嗎 有 早上10點半 11點半 好啊 讓大家要早起 因為也是很酷 就是前所未見的歌德團 而且做得很好 Gothic 好 阿凱推薦大家要記錄一下時間 當然在 我現在把問題又回到Hush了 是 Hush這樣專輯機X當中 有一首歌曲我還滿喜歡 叫做第三人聲 第三人聲的詞 還有他的這個鋼琴的編制 都非常的美 好像鋼琴就是那個 Easy彈的嘛對不對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這首歌曲 第三人聲 好 因為其實像第三人聲 有一點點像是我自己一個人的 一個個人寫照 就是說 他其實在講的是一個大城市裡面 很多人 我覺得很多人在大城市大讀會裡面 像台北 台中 高雄 很多人常常會感覺到迷失 那在大讀會裡面 你很容易會為了一個遊戲規則去生存 所以第三人聲其實要講的是一件 你在大讀會裡面 你好像有的時候會變成有一點記者性格 就是你會抽離出來去看 看待自己當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那這首歌其實像最早的demo的時候 是我自己一個人編 然後編了有一點點old school 那一直到錄音的時候 才想說請Easy來彈 因為Easy真的是很厲害的一個 全彩的音樂人 那我們想說那請他來彈前面一段 就是只有一個樂器跟一個vocal的部分的演奏 所以就請他來彈鋼琴 那後來才加進我們自己 後來編制的 我們自己編曲的一些編曲 所以第三人聲其實要 我們其實在那一張專輯裡面 所要探討的就是可能有一點點像是 大城市的疏離啊疏離感 然後有一點點像是要認識自己是誰 在那種精神 所以就是這個比較像是 我們想要在第三人聲裡面去講的事情 所以沒有錯了 聽哈絲的歌曲呢 每每聽起來呢 都有一種呢 可以為自己的寂寞找到出口的感覺 哈絲項專輯在這次演台開唱 在現場是否可以買得到呢 這邊可以 可以買得到 好 第一點就在 這邊 這邊 後面這邊 可以買得到你們的專輯 好 那剛剛1976有說8月30號 8月30號有一個嘻哩啪啦的活動 那哈絲在未來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有沒有什麼演唱的活動呢 有幾個 OK 我們在8月24號有一個女舞點 女舞點 對 8月24號 對 然後 要搖滾台中可能會在9月 9月的時候 台中是9月 對 8月8號 9月8號 哈絲是8號 哈絲是8號 8號在台中 對 在台中 有一個演唱 然後824在女舞點 女舞點 好的 今天我相信呢 在座的各位 可能不只是台北的朋友 可能又從台中 新竹 高雄 甚至於屏東的朋友來 通通來聽我們的野台開唱 我相信你們也對1976 或許是哈絲樂團 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我不知道有沒有啦 我這邊問一下 有沒有人有問題要問他們的 可以 有沒有人要問1976 1976成軍17年了 成軍17年了 非常久 非常久 哈絲 兩年 但是呢 未來不可限量 真的是非常 超值 超潛力的一個樂團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沒有關係 今天黑板聯播網 在這邊呢 其實有準備小禮物要給大家 小禮物要給大家 就是呢 我們請哈絲樂團 以及1976樂團 在我們的馬克杯上面 簽下他們每個團員的名字 送給幸運的你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請公日園呢 就把馬克杯 交給我們團員 請你們大家簽個名 當然 要得到這個馬克杯 不是那麼簡單的好嗎 OK 待會兒我會請這兩個樂團 來出題目 問你 答對的朋友 你才有機會 今天帶著馬克杯 回家泡咖啡 好 那我們 也可以請我們1976樂團 阿凱來想個問題 哈絲 那你也來想個問題 好了 我們待會兒來問大家 好 在他們簽名的同時 好 這邊預告一下 今天是哈絲的表演嘛 在 國舞台 下午的時候 明天就換1976囉 1976的時間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很簡單 就在隔壁 野舞台 好不好 時間呢 好 時間是什麼時候 2點 時間留給馬克杯 好 好 OK OK 時間留給馬克杯 時間留給馬克杯 聽到沒有 時間很重要 趕快把你們tiny table拿出來 看一下 我當作是open book好了 好 都簽好了嗎 如果都簽好了的話 我請 好 好 我請 我請 相信大家都是資深的月迷啦 所以問多難都沒有關係 對不對 好 那 我們請 我看請 我們Hush先發問好了好不好 Hush想一個問題問大家 好 這個問題有一點難 我們最近常常在演出的時候 因為我們 今年會發我們的第二張專輯 第一張專輯叫X 然後我們最近常常在演出的時候 宣傳我們的第二張專輯 想請問大家 我們第二張專輯的名稱是誰 如果你平常要留意Hush的話 你也許就會知道 這樣專輯的名稱 好 有人舉手了 異常現象 沒錯 恭喜你 得到Hush的 獨家簽名 馬克杯 太棒了 好 這個問題 我覺得蠻難的 因為你要 真的要followHush才會知道 好 好 那1976 我們是不是也來一個問題 來問大家 我們現在在想 到底要問什麼問題 那個大媽說 剛才有一個女生答對的 我們要找一下她 剛剛有個女生答對的 有答的 有答的 是你嗎 好 我們明天是下午2點50分 在演舞台 在隔壁 好 謝謝你 OKOK 2點50分是不是 然後這一陣問題 剛剛有丟出來給大家就對了 是你們沒有注意到 好 好 那我們 非常感謝1976樂團 以及Hush樂團 接下來我們都會 視力進行專訪 那請各位的歌迷朋友 先不要離開 因為我們要有一個拍照的 拍照的活動 我們是不是請工作人員先把我們的麥克風鍵撤下來 不好意思 大師兄 今天讓你做比較 矮的 餅老部 謝謝我